晚上八點 我想說來新竹就 也不要只拍一家 就飯後順便來 試試看 一千一百多個評論 四點三星 這邊有兩家厲害的 這個光華街有兩家厲害 這是其中一家 一家就是這一家嘛 另外一家叫阿蕙冰店 我先試試看這一家 因為這一家比較好找到 給個水果冰好了 水果冰好了 問你一下 你們那個水果冰是雪花嗎 水果冰是大冰 水果雪花 那我一個 水果雪花 然後一個 內用 然後再一個水果冰好了 OK 哇 人多到一個 香港啊 生意有多好 三十多 三十多 不足 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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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 這裡 謝謝 好吧 這個我要從哪裡開始介紹 我就試看看新不新鮮就好了 對,我不知道從哪裡開始介紹 有點誇張 香蕉 然後上面好像有加什麼糖之類的 這一個是那個啦 叫做剉冰,水果剉冰 下位150,試看看 謝謝 那你們兩個先合照 怎麼照才會好看 好,這是雪花冰 我先試試看它的雪花 它是用那個牛奶做的雪花 這個加味是 九十塊 九十塊喔 海北應該吃不到 這個雪花它牛奶味很重 然後它也弄得很粉 所以機器是買那種OK的機器 才可以攪成這麼粉 確實很窮喔 確實很窮喔 那 我發現兩盤喔 的用料 兩盤的水果其實差不多 這是什麼 哈密瓜 那個叫奇異果 兩盤其實差不多 哈 可是 好像又有一些不一樣 說不上來 真 沒搞錯的話 應該是蘋果 蘋果 可是這裡好像沒有 鳳梨是不是 芒果 剛剛這個是哈 哈密瓜 然後 我又吃到蘋果了 來,奇異果吃一下 奇異果我覺得 還可以而已 不是 可是我猜測 不是用最頂級的西瓜 也接近頂級的 那哈密 哈密瓜 不是 奇異果我覺得有點 有點軟 一進去馬上就溶掉了 芒果 也不是最頂級 嗯 火龍果 還不錯 香蕉 香蕉可能好保存的關係 所以香蕉的 鮮度是拉滿的 對,香蕉的鮮度拉滿 然後 這個 冰呢 剉冰 還不錯 還不錯 還可以耶 對,它也不會太甜 這是我喜歡的剉冰 它不會太甜 很剛好 有甜味又不會太甜 這我喜歡 然後它的這個醬 都還不錯 都還不錯 它現在已經 這些冰店 做的東西都不會讓人覺得 有負擔 這家還不錯 對,其實我個人認為 這個 水果鮮度 跟它的等級 就是中上 它不到頂級 就中上 這應該是 叫做哈密瓜吧 甜度OK啊 新鮮度也OK啊 但是沒有拉滿 鮮度都沒有拉滿 你看顏色就知道 這個 這個一進去嘴巴裡面就 又溶掉了啦 不夠彈啦 但是 都一定有中上的水準 Level還算高啊 對 因為這家味 原本就差不多是這樣嘛 然後 水果冰我個人 雪花 雪花我個人滿喜歡 真的很雪花 真的很雪花 我個人認為 如果這個 90塊 然後這個150 我建議就吃這個 就 比較物超所值 它連這個冰啊 都是雪花冰 雪花牛奶冰 很好吃 啊如果 你們喜歡吃剉冰的 這也不會太累 這個 不會太甜 但是我個人覺得CP值 就 鬆等吧 對坦白說 不用不用我吃不用我說感想 你就看這樣子 有沒有 這樣 是不是有點 好像 比較 比較久了的感覺 我是很中立喔 我覺得不會偏薄 好吃就說好吃 難吃就說難吃 啊我不覺得難吃啊 但是 我說真的這個 鮮度啊 鮮度沒有拉滿 蛤 那差不多就這樣了 整體我還是覺得OK的啊 但是就是比CP值 這個 很划算 至少它這個是牛奶 的雪花冰 這個很加分 欸 滿嘴都是牛奶味 OK 我另外補充一點 我剛剛這樣 整口這樣 整口這樣喊啊 我覺得他們糖水做得非常厲害 微甜 而不膩 就是 完全是清爽型的 就多補充這一點這樣 啊 完食 完食 完食